那消息來看到角逐 臺北市長熱門人選蔣萬安 跟他的太太喜營 第二個小孩 太太已經懷孕四個半月 這第二胎也是個男孩 準備再當爸爸的蔣萬安 在週末仍然忙著跑行程 出席了臺北市山東同鄉會的活動 人氣非常的旺 現場民眾都大喊他蔣市長 牽著兒子帶著妻子 二零一六年剛當立委的蔣萬安 到立法院報道 三人型預計變成四人型 現在太太的肚子裡 又有了小寶貝 二兒子在肚子裡有四個半月 大兒子一轉眼也長大了不少 之前還可以跟著爸爸開記者會 如今有了差十歲的弟弟 全家人都期待了很久 老天人願意給我們一個二寶 我們非常非常的開心 其實我們有一次開記者會 就是討論怎麼樣能夠 解決少子女化問題 晚上有時要出門 幫太太買想吃的東西 選台北市長呼聲極高的蔣萬安 週末行程還是滿檔 隨時還要應民眾要求來一首 挑戰首都市長企圖心明顯 但還沒有松口宣布要選 蔣萬安只透露準備升格先當二寶吧 華視新聞城市阿彭冠寧 台北報導